新政院院长卓荣泰就任第三天就来到了花莲进行镇后视察工作 分别前往秀林乡下清水桥公路抢修附件进度 东华大学以及捷安乡台雄大楼拆除工作 卓荣泰强调核定的补助一定会实地到位 同时也会迅速地来达到对灾民所有的协助 新政院院长卓荣泰上任才三天 22号下午就前来花莲宅区视察 首站抵达台九县苏花公路下清水桥摘修工程 并听取施工简报 台九县苏澳到崇德共六处栽点 预计今年底全数完成 主要的大概都是落实的一个区域 那其中在这个和平溪桥是 主要是河川桥的一个支撑损坏 我们现在的所在位置就是台九县的158.6K 六处在这个今年年底都可以完成 裴隆勘灾的县长许正卫表示 苏花公路要到明年才能够挥布正常通行 对花莲观光产业影响很大 希望行政院协调台铁公司 加开观光专列 我们台九县也就是苏花的部分 现在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局长 有报告要到今年年底才能够 年底到明年1月1号才能够正式的通车 在这个观光火车列车的部分 是不是有观光专列来这个开立 让我们铁路的部分能够有 可以运输更多的这个旅客 所以这个部分必须要透过我们的院里面 能够大力的去这个支持才有办法 把观光专列每一天的观光专列 才能够把这个交通运输的能量提升 卓容泰表示堪灾经过崇德隧道看到许多落实堆积 可以感受到花莲民众的恐惧 以及对交通顺畅的需求 强调核定的补助一定会实地到位 迅速的达到对灾民的所有协助 我们也接续陈建仁全院长 郑文山副院长在过去那段时间 及时的针对零四零三花莲震灾 做出了必要而快速的决定 也迅速了核定了更多的灾后重建复原的计划 我们都在这个基础上持续的往前推进 昨天在院内也进行了第一次相关的计划的说明 让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更清楚知道花莲乡亲在震灾之后 所需要的中央跟地方协力共同来面对的问题 我一直强调跟花莲的乡亲们讲 国家就是你家 政府就是你的后盾 我们一定要让所有的核定计划项目 迅速的加强加快它的速度 而且能够让所有的核定的补助 也能够如实的到位 迅速的达到对灾民的所有的协助 随后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东华大学 以及将麦当劳台雄大楼 而富裕精华的住户们也推出 陈勤代表递交陈勤书给行政院院长卓荣泰 富裕精华全社区共六栋建物 只有A栋有公共危险 符合紧急排裁建筑 其余的五栋光拆除费用 出估就要六千多万元 住户都希望可以公费拆除 记者综合报道